从低碳生酮饮食 恢复到正常饮食 会不会反弹 你如果跟别人比较过 健身或者减肥的效果 应该知道 不同人之间的个体差异 其实是非常大的 任何一个统一的标准 很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 并不是最优的安排 如果你以前采用了 某种标准的正常饮食 而身体很胖 那么之前的事实就已经证明了 那个所谓的正常饮食 对于你来讲并不正常 而是一种增肥饮食 在低碳生酮的学习过程中 很多人都经历了各种尝试 更加了解身体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 应该能从这些体验中 总结出一套 最适合自己的日常安排 既能够保持身体健康 精力充沛 又同时能够满足自己的饮食喜好 这个才是最适合你的正常饮食安排 而很多人总想着快点 回到之前已经习惯的饮食方案中去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们在低碳生酮中 还没有找到一个 让自己身体很舒适的新的平衡点 可能一开始是为了快速减肥 刻意少吃 把生酮的做法 变成了另外一种结实减肥 而并没有感受到 同态下更好的身体状态 没有做到通过生酮的过程 对整个身体的代谢系统 进行全面的优化 如果你是这样的情况的话 我会建议 先把减肥的目标放一放 专注在调节代谢健康 解决好低碳生酮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不要剪了芝麻 丢了西瓜 而详细的步骤 可以参考之前发过的 生酮过三观的那三个视频 就会参考之前发生了一种